收名唱 花愛念 你胡亂唸多久了 就死了 這裡死了 那裡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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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無量仇 哪有騙氣? 沒有騙氣的 善考方便 因為一個不學佛的人 怕死 你不要說念佛 很快 會死掉 給你唸 所以你一心阿彌陀便會來 所以我到時都教人 發言 殘忍你不得救 你每天發言 如果真的有病 你就会发现 可以转短命变长寿 是事实的 经典里面说 是我们没有真心的体会 因为对佛没有信心 其实长命短命 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如果明白的人 就不在乎 如果不明白的人 就很在乎 人生在世间 当中书也有四月一日 是事实的 所以短命变长寿 是事实的 或者变焉家 本来焉家是什么 是报仇的 变成恨 恨就轻一点 就没有那么粗 否则不是焉家 就会取你的命 还有意思是 你的子孙会犯荣 你念佛的人 你的子孙得到好繁衍 身心很安乐 如意满足 如是功德 不可称计 这样的好事太多了 所以大家记住 佛说阿弥陀佛 根本密密 神走经 这篇就讲明给你听 一声佛号 就跪足所有的一切善根福德 在里面 你不需要一样慢慢收 太麻烦了 再看第四条 第二、第三 前面我解释了 看第四条 阿弥陀经 语书 颜周大师 他说的 以来以名 持名功德 先法以善为小善根 所谓布施持戒 立子 造相 乃送 作善 参念 俯行 一切副业 若无证信 回向圆球 皆为小善 非往生一 要先看一段 所谓的 这个圆奏 圆赵大师 先来说小善根的事前性 他就说 我们 其实表明 持名的功德 持佛功德 先说 所谓做很多布施 持戒 起佛堂 因佛像 乃送 错善 拜忏 修苦行 一切副业 若你是没有证信 你没有证信 你收 虽然你是持戒 但不明白 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证信 你愿求 你这些全部叫什么 叫小善 不是叫多善 非往生的正恩 你这样收 收那么多 那么辛苦 这不是往生的正恩 由于此经 执持名号 决定往生 即知 清明是多善根 多善根 多福德也 所以言照大师说 我们如果依照经 来说 执持名号 决定往生 即使你就知道 是多善根 多福德 涉罪作此解 人相慈亦 就是说 前面首歌 《近德》 《襄阳石碑经》本 在里面 问你名符 是为深信 譬言 善良之善良的仰 万说阿弥陀佛 一心不念 读尊持名号 而清明顾 知罪消灭 即是多功德 多善根 多福德 因言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石碑经》 里面说出来 你就知道 一句阿弥陀佛 已经归足了 多善根 多福德 又一个印证 祖师大德 你不是说修布施 慈戒 起佛堂 做很多这些功德 修总福德 就是多善根 未必 你就明白这个道理 再来说 第五 《阿弥陀经》要解 这是吳威大师所说的 阿弥陀佛 是闻德豪明 以名昭德 情无不尽 慈名一佛 陆备三根 涉事理 以无疑 统宗教 以无疑 佛以大言 做众生多善根之恩 以大行 做众生多福德之言 赐佛明者 善根福德 同佛无疑 七一一声 悉多善根福德 这是祖师大德说的 一声阿弥陀佛 又跪足多善根多福德 所以我拿导书大德 乃是经典来印证 印证来给你知道 你们大人就不会误会 什么叫多成根多福德 这个道理 你看到大陆音 你看大陆电 阿弥陀经 书秋 这是念慈大师所说的 看大陆电 看大陆电 继络 極乐依正 愿佛变咒 佛功德海 愿佛变咒 一切功德 愿佛变咒 弥陀文德之名 无一言不包裸 无一行不礼弊 无一法不贯切 弥陀来文德名号 一名才己 文德具齐愿 不其以福 福以避矣 持命来善忠之善 福忠之福 举此名思 兼众得以具备 尊呼此也 总百行以慕矣 以三其以一念 其之盛以便宜 你看 念慈大师所说 你们念一声阿弥陀佛 持命是五乃治 善忠之善 福忠之福 一句阿弥陀佛 所有的都准备完了 已经延满完了 你看你还洗 一样一样慢慢收 为什么我拿这么多经典来印证呢 不是我说 自古以来 祖大师大伯也说了 经典有说 大德也有说 让你明白 什么是多成人多福德 你便不会疑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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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觉 未知何者情是小善根 何者是多善根呢 道经大师就问善道大师 问这个问题 在什么情形之下 正说是多善根是怎样的呢 善道大师就答了是说 以来百万四千法门 欲望念法法门 自而习善 总善 小善根 唯有念法一门 是多善根 多福德 何以得知准 观敬众 下品下生人 十念成就 即生淨土 一生念法定得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一念即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明知行得八十亿劫威妙功德 故知念法一法 即是多善根 又自以集善 是自力 修行之者 多劫乃成 乃成压 念法修道 成阿弥陀佛本愿力故 极德 极七 一日 次即七日 便生淨土 自不退地 故阿弥陀之经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执辞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乃至七日 一生不乱 其人能命忠实 阿弥陀佛 以知圣众 显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往生阿弥陀佛 觉觉土 故知念法一法 即是多善根 多福德 所以道经大师问 以什么标准 即是多善根 即是多善根 所以善大师说 八万四千法门 若跟其他法门 和淨土法门比 只有念佛一法 这法门是多善根 多福德 下品下身说 自心念一声佛号 能够消八十亿的生死之罪 罪竟然能够消 功德是否跟着你 所以罪日消 消了 福德就跟着你 生死之罪都能够消 何况我们这些小小的不会消呢 所以这段印证给大家知道 我已了七年来印证 讲多善根 多福德 所以你们就不会怀疑 没有 你们看到不可小成吉福德 因而得生辟改 自己提心跳谈 所以今天你听了我说的 祖师大德 我用印经记点 不是我自己意思来说 所说的全都是祖师大德 这些成就人 那是经典佛亲切口说的 来印证 来让你知道 让大家从今以后 不要再误解了 再不用担心自己 你成根够不够 福德够不够 很不开心 生死到世界 不用担心 所以下一段便说到 我们看下一段 回来看大一尊 大一章 我们今天讲的重要问题 大一章 就是我们解释 慈明 阿弥陀经 里面就是这样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万事阿弥陀佛 执慈命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怜 其人 临命忠实阿弥陀佛 依之圣众 显在其前 时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 国土 这一段是以 赵摩托斯大师翻译的 你看右手边 右手边 就是原装佛师翻译 清赞淨土佛摄受经 其翻译的就不同了 两个意思都是一样 但是文字就多了很多 但是读的心理 大家就容易明白些 我们读读一下经文 由写例子一 有有静信 诸善男子或善女人 得文如是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绝乐世界 功德庄严 文与思维 若一日夜 或二或三 或四或五 或六或七 悉念不乱 是善男子或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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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统 这些电是原作佛师翻译 所以两电都是阿弥陀经 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往往很多人 把这些电错解了 所以今天 我来这里和你们说 是要沉清 让大家没有看到一心不怜 和心不颠倒的问题 所以说 这里很多人会错意 我们将一格格画出来 看第二章 一心不怜的真意 看一章一短节来解释 一格一格来解释 两个对照 我将分出来一句一句 一段一段来解释 大家看起来就更明白 不会弄得不清楚 大家听起来 就知道这个道理是怎样解释 就不会误解了 你看 佛摄阿弥陀经 叫做摄利佛 清赞淨土佛摄受经 翻译叫做摄利子 第二章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这段来解释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这样看 原装法师翻译 若有静信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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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善男子善女 若有善女人 若有善女人 若有善男子善女生 若有善女人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善男子善女方善 вар数更及善女方善女方善女观 正月三福十一条 不跪足 你就不是善男子 不是善女人 今天试问大家 正月三福十一条 应该大家都知道 第一 不孝顺父母 尊敬施掌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大一善 如果你这个善母最低的标准 今天你拼命念佛 起得到西风四季 这样的说法 对不对 大家想想对不对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来说 在座各位同修 谁能做到呢 第一条 孝顺父母 尊敬施掌 谁能做到呢 前身不杀 十善业 读起身就是四句话 很简单 做起身 一生都做不到 既然你得不到这个标准 那还有什么好说 所以这里就有人用这个方法来解释 先问一下 在座各位 谁认为你是善人凡夫 举手给我看 谁是做善人凡夫 善人的凡夫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再来问 谁是恶人的凡夫 举手看看 好多 你没有举手没有表示 不善人不恶 听好一点 你是善人的凡夫 或者是恶人的凡夫 好 你承认你自己 看看你是哪一类 我们这样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恶人凡夫 善道大师说的 你有深信我们是业障深重之凡夫 轮回 在这个痛苦里面 永不停息 你有相信 因为 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众生 心里面 都聚足了这些 贪亲痴的烦恼 我在《马来寺亚二部》 我讲到这一点 我就问 当时 谁是善人凡夫的鬼手 五个 隔了两天 就发脾气 吵架 我昨晚的鬼手是善人凡夫 为什么今天是吵架 五日前是善人凡夫 五日后是善人凡夫 刚才你没有想清楚 我问你 善人凡夫 你懂得听悟 善人凡夫 那你说善人凡夫 那你说善人凡夫 你就举一手 举一手 五日后就发脾气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坦白说 善人凡夫 我们这世间 每一个都是恶 善的标准在哪里 以大乘经怎么说 从我们一日开始 早上饭醒 眼一开 如果我们所想的每一件事情 是为慈悸的 就叫恶 如果我们从早上一开眼 所想所想的 是为人家利益的 你就是善 那我们每一件事情 所以做每一件事情 是为自己 才是为人家 你想想 那是为自己 才有这个标准 全部都是恶人 一个善人都没有 那怎么弃呢 所以说善人是说菩萨 你是菩萨我 你不是菩萨 那又怎样 所以这里说 若有善男子前女人 如果以正义三福来做标准 今天大家都不用指望了 包括你和我 我都弃不了西方的世界 你都弃不了 那弃不了 说了什么 我浪费时间 所以我很多人将这段误解了 真的但是误解 佛讲的这个善男子 善女人 不是那个意思 你搞清楚 若有静信 什么静信 我前面解释过 你们听到阿弥陀佛的 功德庄严 所以听到阿弥陀佛的 名号功德庄严 以及 叫做世界的 清静庄严 你听了之后 对阿弥陀佛的 依暴正暴的庄严 你静信 来说 你没有了怀疑 这个静是清静 干干净正 从今以后 没有怀疑 你这个人 正叫静信 相信 信释迦莫尼佛 跟我们说 相信阿弥陀佛 是真的 所以大家读弥陀经也读得很熟 弥陀经一开始 佛叫做死利佛 不是这样说 叫死利佛 从这个世界 过十万亿 佛国土 从这个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 名叫 极乐 祈祷有佛 名 佛号 叫阿弥陀 今现在再说法 你看 佛讲清楚 真的是有西方世界 真的有阿弥陀佛 其他我不会先说 就先说这些 所以有些出家人说 有西方世界吗 你们不要那么傻 有西方世界 欠你们的 探你们 欢喜的 一出家人就这样说 不信 就欠别人 不要信 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说 佛讲 从这个世界 西方气 有十万亿佛的佛 有个世界 名叫极乐 还有一宗佛 名叫阿弥陀佛 有啊 是真的有啊 不是没有啊 佛哪里会开玩笑的 没有的东西 哪里可以连地说 所以我们听到 真的是有阿弥陀佛 真的是有西方世界 这样的东西 清静 深信不疑 你以这样做标准 做善男子前女人 我们在座 每个同修有没有份 当然有份 如果 你用静业三幅来做 你有份吗 没有 没有 就是问题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了解 善男子前女人 你是否真的有善男子前女人 我认 所以阿弥陀经说 是这样的意思 这些 释迦摩尼佛 他的用意就是在这里 不是在那里 那个是什么 郭阿弥陀说 是每十方三世一世之法 就算哪一遵法 想我们成法 必定我们修正义三方 这个十方之法的正恩 如果他不修正义三方 其实不能够成法 观经说 是说五位一遵法 去成佛 不是说凡夫 现在阿弥陀经是说凡夫 你就知道 如果对菩萨说 就没有问题 对凡夫说 就有问题 大问题 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 所以我们今天 来研究这个 法识阿弥陀经 就是搞清楚 所以我用原装法师的翻译 给大家明白 所以我们今天来解释 先搞清楚一个善男子前女人 没有大家 还很害怕 今天我解释得这么清楚 天天你回去后日一个法师 就说 你不要听法师生师连这么说 但又转回那部戏 又转回那部戏 又转回那部戏 不关我事 我容易是想转回你 我按照《弥陀经》的说法 好 我们在《弥陀祖师大德》 来讲给大家听 我们看大六章 大六章里面 专讲善男子前女人 我举了 四段 为大家 明白什么叫善男子前女人 大六章 善男子前女人 那里看大字 看到没有 看到善男子前女人 第一条 这个 若有善男子前女人者 是乃子念佛行者也 此门虽弱 善男善女 亦欠恶人 事故善道 观念法门 悉此门云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一切造罪凡夫 但难回心念阿弥陀佛 原生淨土 即得往生 余一殿 是善道大师说的 善道大师 是淨祖宗的大二代祖师 又是阿弥陀佛最来的 实现在我们的世间 他说出来说 若有善男子前女的忍者 是指 善乃子是念佛行者 是说的 你们念佛的人 每一个修念佛的修行者 你就是善男子前女的人 此问需要说 是说的 此问需要说 善男善女 义 兼恶人 就是说 我们念佛的人 是表面上 是善男善女 但是说义 就是内心里面 兼 是附带的 的恶人 意思是说 心恶 但是你的恶人 还懂得念法 还认得救 所以善律师说 你要承认呀 为什么呢 义 欠恶人 他说 我们需要念佛 还有没有贪嗔痴 有呀 所以善人 里面大恶人 因为我们还有贪嗔痴未灭 所以刑你还是恶的 你不要说我真的没有了贪嗔痴 你不要说我今天念佛 善男子前女人 如果你真的没有了贪嗔痴恶念 是的 所以这个 意欠恶人 所事故善道 大师说 在观念佛法门 解释这个文 是解释什么 若佛在世 若佛灭后 若佛在世的时候 的人 或者若佛灭后 的时候 一切 造罪的犯夫 我们现在就是在 在佛灭了之后 佛灭了之后的一切 造罪的犯夫 我们每日都在造罪 记着这句话 但难回心 念阿弥陀佛 原生淨土 即得往生 看到没有 这句话 这句话 说得非常好 我们是在佛灭后 佛在世的时候就没有问题 有佛亲切地指导我们 我们就容易了 若佛灭后 我们一切不能依靠 我们必定会造一切罪业 所以我们是造罪的凡夫 记着一句 但能回心 回心是回回自性 我们要真真正正正的了解下我们自己 我们这样的恶人 做那么多罪业的人 如果我们还有能够回头转移 能够回心之人 念阿弥陀佛 原来生到世界 即得往生 即得肯定的问题 说得很肯定你往生 就算是 做罪业的人 都可以往生 最紧要是决定你 决定在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回头 回心了 我们的心 会去西空的世界 回到西空的世界 你就能够生 佛就不在乎多了 为什么能够往生 这个原理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阿弥陀佛的原力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原力 但是十八原 乃至十年 欲不生者 不取战果 就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众生 念他们十声阿弥陀佛 最低最低最少 如果你们不生西到世界 我就不会圣佛 所以念佛者 接对往生 你看看 第一个原 昨天我说的 酸阿道三恶道先 地上恶鬼畜生 那我们是恶人 没有恶到他们 这样的样子 人家做了五亿十恶的 下品往生的 做了五亿罪 都往生 那我们没有做那么大 不可能我们没有份 所以说念佛 我们每一个人 绝对有份 所以这段我说出来 我们名上 是善男子 善女人 但是我们的意念 还是恶人 有附带恶 好 再说这段 你看看第二段 阿弥陀经要解 偶基大师 原来这个 是善男女者 就不论出家在家 贵战老少 陆去死生 但问佛名 即多劫 善根成熟 五亿十恶 鸡鸣善也 是善男女人 你看善大师 我可以大师说的 阿弥陀经要解 善男女者 就没有分 不论你是出家 或者在家人 又没有分 你富贵 或者你平潜 或者你是老 或者你是年轻的 六弃就是六道里面 众生 都包括里面 天 阿修罗 人 地狱我为畜生 就是六道 四生就是 胎男私化 胎生 暖 就是胆所生的 湿所生的 化身的 这四种都在里面 包括 但问佛名 但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无论你是哪一道的众生 哪一类的众生 你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即是 多劫的善根成熟 如果你不是多劫的善根成熟 你不会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今天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你多劫的善根成熟 就算是五亿十恶 五亿十恶 杀父杀母 出佛身血 杀阿罗汉 破河身 五亿十恶 十恶不用说了 做了十种恶业 如果你能够听到 这句佛的名号 你也是 佛名叫善也 以至于说 我们 同众生结言 最好见面 无论是信好不信好 跟合掌说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善了 大日其实得救就在这 所以说这个很简单 大日你盛法时 企就跟你有缘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 是多生多劫的善根成熟的 刚才印经理记点 记载了 曾经在无量佛所种下的善根 今天正有机会 昨晚所说 我们每个都吃过佛的肉 喝过佛的血 今天正会来念佛 如果不是 今天就不会坐在这 所以这件事就是印证 再来说第3点 阿弥陀经书秋 是炼治大师所说的 善男子女人者 善有意义 一是宿生善因 一是今生善类 男女者 通子 思思思 就是说 利断 利断 以及六道 这里就说 有两个意思 一 就是我们宿生的善因 是宿世的善因 一是今生善类 是今生的 或者男类 通通子 出家 思就是出家种 苏就是在家种 这两种 利就是说 你根性很利 很聪明 很有智慧 顿就是没有智慧的 乃至六道 一切有缘的众生 乃至六道 苏生善因者 大本 大本就是说 《悟律仇经》讲 世根人文 前世为善 乃得闻 阿弥陀佛的 命好功德 一闻 佛名 慈心 喜悦 喜悦 智意清静 无法 无法 从来 缘纳 来 即出者 或宿世 趁行 佛道 或他方 佛 所菩萨 孤非凡人 这里说 你宿世 什么叫善因 就是说世根的人 如果前世你是做善的人 收好大一善 今晚你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的名号 一听到佛的名号 你会很欢喜 很快乐 不但欢喜快乐 你的意志 意念 清静 你的毛款 头发 会直起来 乃至有些人会哭流眼水 这些佛经厂 你宿世曾经 修行 在佛道里面修行 或者你是他方菩萨所 所修行的 你不是凡人 你不是普通凡人 所以有些人念佛会哭 不用叫的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念佛 人家气就哭了 很感动的 这些就告诉你 这些不是入魔 是映法了你 缩了善根出来 你们 初初听到佛的名号 有没有这样的迹象 有就是你善根 已经发出来了 如果不是 另一类就是这样 就是 你听到佛的名号 你会很讨厌 你会 不爱 不想听 这是什么 因为 慕尔经说 曾经宿世 做过很大恶业 你的宿业 微妙 所以反感 有时你和你的 家人 叫他念一声佛牢 他说犯了我死了 你常念 你就知道 究竟是谁 识世慕重善根 有些你念不起 听得很欢喜 继续念 很欢喜 你就知道 这个是善根成熟的人 人有很多类 有些不爱 有些爱 这个在《慕尔经》里面 所讲得清楚 我们继续 即信心念佛者 皆宿修善本也者 善本者 今生善累者 以怀严经 令 在诸恶 去行德文 佛名 不欲生善道 暂时不闻佛 就是说 《慕尔经》里面说 我宁愿 在恶道里面 就在地府里面 我行狗 能够得闻到阿弥陀佛的命号 或者诸佛的命号 我得不爱 生在善道 就是天上 暂时闻不到佛 意思说 我宁愿在恶道受苦 都是听到佛号 我不爱在身上天上享福 听不到佛号 所以说给听 所凡夫说 不以仁天为善 以 以德文佛名为善 则信心念佛者 皆善人之类也 所以说 你们信心念佛 就是善人 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最容易一点 来认证 给大家明白 再看第四条 另一点需要讨论 就是修念佛 的正机雷 有五族恶势的凡夫 地狱一定的恶人 可视 这里为什么 我说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以这个五族恶势的众生 是同 是亦 是相同 或者不相同 你想想 大家想想 如果是同 用意 就很不合当 地狱的人 为什么要叫他善 就好像不对 如果以逆的来说 就不相同的来说 念佛往生之法 恶人 不是正机 就是说很多人 不明白 以为念佛 这个法文 专度恶人 就不度善人 所以这是我们人误会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 以不能够 以不能不说 是善男子善女人的对象 是佛教徒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这里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 所指的是正是五族之势的恶人 所以《味陀经》特别指出 将五族的恶人 称为善男子善女人 自愿有其道理 即是相信念佛 以称佛名的人 他的本性 虽然确实 是恶人 但就严因 严的因来看 即是过去的缩 开佛的人 以近的因来说 又是保持着他多善根的念佛的人 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说 从长远缩善之面 以现在的念佛的功德 故称其地 为善男子善女人 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其式念佛 从近的好 从现的角度来说 其得是善 所以这部《味陀经》 所说 是专对我们这个五族恶世的人 而说的 不是对哪里说的 所以你就明白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道理在哪里 再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还显而上 说的是指第十元所说的 那些自性的恶人 其得还能够 是念阿弥陀佛的淨土 诗念 能够绑着他们念阿弥陀佛的淨土 从事业的智力 念佛的 距离 基尼阿 从显而阿 很明显 或者很隐藏 隐藏里面的以上来说 其所指的是第十八元的人 是信他力之名号的人 以念佛之距离 机会的一类 所说的念佛有两种 哪两种呢 一种念佛是扣智力 靠智力修行的人 就是二十元 以后你往生 就在 化土 如果靠大十八元 念佛的人 他往生 就在 布土 就像布土里面 所以这两天大家要靠清楚 等会 慢点我会解释给你听 或者天日会解释给你听 所以你要知道 念佛有两种 靠智力就很辛苦 靠他力就容易 靠智力就难行道 靠他力是易行道 所以往生西洛世界 你们读摩尔石经就看到 有胎生有化身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有怀疑 疑惑心未断 所以你往生才 化身 就是胎生 包着年花 在九品往生里面 你就搞清楚 但在那里我慢慢会解释给你听 就看你翌日往生 在哪里 暴徒的人 当今生见佛 化身的胎生的人 就是说 化身的人 当生见佛 胎生的人 就经过一段时间 有快有慢 就是说 在九品往生里面 这些事有很多人不清楚 不明白 我希望我能够解释给你听 所谓的大经里面说 文法能不忘 见敬得大庆 即我善亲友 一旦进入信心海 即使是一生做恶的凡夫 也同进入 静定居毁 以所做之罪 不成为往生的障碍 即是成为 以阿弥陀佛 慈悲为 终之身 这种人 赞为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这种恶 极恶的人 被宽上这种名义 想起来 仍是真惭愧 你看到没有 这一段 祖师大德所说 我们这种恶人 虽然还念佛 我们的义还恶 我们的名义上 被人加上了 是恶人 是极恶之人 我们想想回头 还被人赞叹 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看 我们本身里面 深压 是很恶恶 会发脾气 种种贪亲痴 的念头 你看佛经常 还赞叹你们 是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 想回头 我们是否很惨愧 所以我昨晚说 我们是否可以 惨愧心来念佛 容易就在这 所以我们 在《弥陀经》里 赞叹我们是善男子善女人 但是我们的心仍在恶 还有一大恶在里面 所以你以不惨愧心来念佛 你可以引说法师说 我们心里有坏字有惨愧之心 这样的念法就叫老实念 对不对 这句话是引光法师说的 为什么引光法师会这样说 因为他看到了 今天我说出来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你看这里正确 若有静信的 诸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你今天就知道 恶人里面 被人赞叹 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所以这部《弥陀经》 是专对谁来说 对我们五作恶势的人来说 对我们五作恶势的人来说 五作恶势的人不是恶人是谁来说 所谓说 你肯念佛 肯你静信 相信有西方的世界 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信阿弥陀会来教你 你就已经是善男子善女人了 这样的标准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但是做是做到了 但是我们是惭愧 为什么 我们不是标准的善男子善女人 人类的静悦三福 是标准的 我们不是标准是无充的 挂个名的 但是挂个名也好 都可以是 阿弥陀佛 都接你 这样说起来 你们也有份 这个阿弥陀经 你听起来 我也是在有在里面 大家都在里面 你念起身的佛 你收起身 你的心就按摑 不会很累 不会害怕 不会提心跳打 又不会紧张 我不是善男子 我不是善男子 就不能善 你看我们 观经下本做了五亿十恶 林明宗士以善知识 跟他说 称佛的名号 不懂念 叫他念无虑受佛 十声 社报往生 这些恶人 这些恶人 都可以叫做善男子善女人 如果他不成就怎样棄 没可能 我们有没有份 绝对有份 肯定有份 今天你讲这些 善男子善女 大家就会明白 再看下一段 大家问你 你是否善男子善女 是 但里面有大多数恶 是外形的 是有大多数恶 但是早知大多佛的赞叹 你是善男子善女 让大家看第3条 文说阿弥陀佛 你就要看一生不义的真意 看一生不义的真意 佛说阿弥陀经里面 翻译叫 文说阿弥陀佛 你看延庄佛师翻译的 文说阿弥陀佛师 就一个长点来说 得文如是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结论世界 功德庄严 你看 原装法师 就翻译 就清楚了 就容易明白了 如果 罗实大师所翻译的 你看 戏就很简单 文说阿弥陀佛 到底什么叫文说阿弥陀佛 解不清楚 不明白的意思 我们不明白 反而解错了意思 误解了 所以我们 弄错了 这个文是听文 是听文的意思 我前面所说的 听文什么 医正庄严摹 西方其实是医环境 的医步 和 正步 无量仇 无量光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上好 无量的仇明 身上 种种威神功德 医步 正步 两种 你都明白了 另一字叫 文说 听文 别人来说 阿弥陀佛的功德 原装法师 就讲得很清楚 得文 你得到 听文 如是 是肯定的 肯定什么事情 无量受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名号 你听到这句 听到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你看阿弥陀的 佛号 这个名号是 无量无边 看到没有 不可思议 我们没有办法 用我们的思考 了解其 这个意义 的功德名号 还有 就是 极乐世界的 功德庄严 昨天我解释 清楚给大家明白 所以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文说阿弥陀佛 就在这里 所以以前你们 有没有听到 没有 所以你没有听到 你心中有法 没有 嘴上有法 念知有法 心中就 没有法 心中想 想一大都要 要哄亲资 奇奇怪怪的 所以 今天我们听闻的 这个名号功德最重要 什么叫名号功德 是怎样来的 附下再说一次 就是佛藏彼丘 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他是古佛罪 阿弥陀佛老祖 已经圣佛了很久了 他最实现多一次 是 度假辞行 实现做菩萨的身 所以他是一个国王 然后当时有一尊佛名叫世间自在皇以来 的座下听经 所以他就写开了皇位 去出家修行 所以师傅就按名叫法藏彼丘 四 文的师傅 佛 就显了210亿佛教徒 给你看了之后 他用五教的时间来思考 思怀 来策划 策划这个西方俱乐世界 的种种功德庄严 来布施 深深违向 给我们每一个众生 是十方众生 在里面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 尤其是 先回向给谁 帮谁的种类 就是帮 三恶道的种生 以恶劣而重的 罪业而重的 首先我先帮他 准备给我们 你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法 你懂得的人 你只懂得的名字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人 你怎样懂得的名字 阿弥陀佛今天成佛了 所以 整个西方的世界 他用了多生多劫的时间 来修苦行 舍生舍命 来为我们 所以我们了解 原来这个名号功德 就是这么庄严 所以功德名号就是这样来的 最后来了解 西方极乐世界的 功德庄严 环境庄严 所谓人 的名号 就像我昨天说 你认识我 你认识我 你就知道 我曾经帮过你 而真正就是说 你认识阿弥陀佛 你就知道阿弥陀佛曾经帮过我们 你这样来念气的名号 然后呢 就是心入 真的入到心理念出来 就不是以前那种 不了解理念 的道理一样 就像昨天我比喻 儿子 就一定没有条件付出 妈妈一定没有条件付出为儿子 做儿子的 就不明白妈妈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 有人告诉你 我们 和佛不能离开 是一体 大家读阿弥陀经 也读了一种 叫什么 共鸣之鸣 什么叫共鸣之鸣 图画里面画的就是两只头 一个身 这个 我看很多阿弥陀经的注解 都很少人解释 没有人很少人解释 我今天就解释给你听 但是你读到共鸣之鸣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 我们用 让火炭 来给人 火和火炭来比较 给大家明白 火炭是黑的 对不对 那我们众生 全身都是黑了 业障重啊 什么不黑 阿弥陀佛 是智慧的火 那火 能不能离开这个火炭 不能离开 如果火炭 又不能离开那个火 那两者是不是一体 你看 那火烧了下气 那火炭越烧就越红 意思是说 我们众生 若没有烦恼 既然你需要念佛 你不用念佛 所以你有烦恼 你更加恶念佛 烦恼就是火炭 命号 命号 就是智慧之火 来烧气 来烧烦恼 所以来说 两者是一体 火 不可以离开火炭